每年在春节前夕,沙连堡文化艺术测经会都会在年轻工前 办理妙笔写春风,春年爱心慈善意卖活动 邀请多位老师共同汇豪 写春年募款帮助弱势,欢喜迎接春节 今年度活动日前再度热闹登场 许多民众都响应活动理念 前往共享圣举座公益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意卖的全部所得呢 我们都会捐给我们明善学员 还有玫瑰请人训练中心 这个比较弱势的单位 把这个金费资助给他们以后 对他们日后的一些活动的办理上 可以更提升他们活动的一些品质 还有帮助学生一些应有的一些福利 妙笔写春风春年爱心慈善意卖活动 民众参与情况相当踊跃 他们都认为在购买春年 请老师写下新年祝福的同时还能够兼做公益 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很好,就意卖 对,然后觉得就来共享圣举一下 自己也用得到 我刚好在做生意 所以想弄在店面上 看起来比较喜气一点 我们就是专程看那个网路做 它是今天举办的 所以马上跑过来 依依也不错啊 可以做公益 又可以大家参与这种过年的喜气 它帮忙这个活动不错啊 先远参丰儿 感谢与会人员的爱心 更欢迎大众一起来加入协会 推广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建筑公益 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能够传递新年的祝福 又能够同时来做义卖 让我们地方需要协助关爱的孩子们 有一个更温暖的一个力量 沙连堡文化艺术策进协会 除了做一些文化艺术的推动 还做了许多的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希望我们大家对于文化艺术 对于公益爱心 有兴趣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加入 议长和生锋 感谢少年保文化艺术策进会 在地方义文退广工作的积极投入 也肯定 妙笔写春风 春年爱情池三一脉活动发起的用心 相信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必定能够受到民众大力支持 日后有机会都会响应 一起帮助弱势 温暖了我们的社会环境 记者卢一凯祖三采访报道